好 5月1号起就是防汛期的开始 各乡镇公所都陆续来办理防汛的演习 25号下午寿丰乡公所就在平和国中老西旁边 进行一年一度防汛的演习 那么寿丰乡长曾淑义担任总指挥官 各参演的单位认真确实的操演过程 目的就是希望当灾害来临时 能够将伤害降到最低 当台风暴雨来袭 各式灾情传出 说风乡公所立即开设灾害应变中心 全体总动员展开防灾救援 今年特别针对提防抢修高危险区民众撤离与收容 紧急救难 封桥作业 淹水区域应变进行演练 场面逼真 协助代言者空棍 同时也可以利用在横坑立坑高低所救助 局限的空间救援 山岸救助 直升机吊锅等地形的搬运 可以快速将带救援者运送至安全的地方 我们15个村长全员到齐总动员 进行的是我们的防水防洪榜板 来大家齐心协力守护我们送风箱 齐心协力大家一起防止防水一流 担任总指挥的乡长曾淑仪表示 演练的目的就是为了加强各救灾单位横向联系 及应变能力 守护乡亲民众生命财产安全 守护乡也是有特别的地点 有中央山脉还有海岸山脉 最主要有出海口 就是我们的守护溪跟花莲溪的住口 每次台风就是从那边进来 那我们为了防范以为然 大家都很尽心尽力各施棋子 来抢救我们未来的灾害 防范以为来减少我们的损失 这次演习也结合了社区与学校 平和国中师生也参与演习活动 防训演习过程逼真 展现防训 抢险 救灾的效率 乡长曾淑仪希望当讯息来临时 乡亲能够做好准备工作 记者刘明胜 送风箱 采访报道